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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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先生早就回来了 八成都已经睡了 你怎么不早 跟我打电话呀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这白天晚上 都见不着你人影 有什么事 比我哥还重要啊 我知道你一位树林的死儿子 喂 我这不是已经赶回来了吗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这跟我说什么呢 跟我这转移话题啊 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心虚 我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建议你去安医生那儿去看看 好好呗 请因素 你现在不下定决心 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你这边想要遮了 你这边想要这涨 你这边想要那些急小心 可以吗 你这边想要议你 你这边想要有一些 我这边想要啊 你这边想要的 我这边想要您啊 嗯 我剛才做噩夢了 然後睡不著 我可不可以 給你一塊兒緊緊啊 手機借我 幹嘛 來 安傑啊睡了 太好了 太太睡不著覺 你到她的房間陪著一下 就這樣 怎麼了 不舒服 你好像臉色不好 別忘了 週子下午要去安娜阿姨那兒 好一下麥 給你開點藥 雁肅 你怎麼了 我沒事 她不舒服 走出去 我該怎麼辦 請訴你該怎麼辦 不能去診所 不讓一切都傳謀了 小植兒 你來了 看我的新髮型怎麼樣啊 我知道你是我親妹妹的時候 我就一直羨慕那些雙貓胎 都可以穿一樣的衣服 一樣的髮型 怎麼樣 我剪了頭髮之後 我們倆更像了吧 你找我來醫院幹嗎 是這樣 我知道你心裡肯定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 我帶你來測個DNA 做DNA 對呀 測過之後 你就得相信 我是你的親姐姐了 其實是你更想知道 我是不是你的妹妹吧 霍芝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誤會了 坐去坐吧 對我來說都一樣 反正我一個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姐姐 喂 小植 你在哪兒啊 我快到公交車站了 你怎麼就走呢 我還想送你回去呢 不用了 我還是覺得 和福利院住幾天比較好 你別跟姐客氣啊 說了 我一個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不需要一個姐姐 你拿個單子 再一次 唉 貫徐 trade 你二十五年去哪兒了 你這什麼表情啊 昨天到底怎麼回事 關你什麼事啊 这枚戒指 是我妈嫁给我发尸 我奶奶给我妈的 这枚戒指 小致 你待上她 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媳妇了 我今天把话说开了啊 要不是我们领生去英国 没人照顾她 我才不会同意你俩结婚 小致 你别睡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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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 霍直 霍直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不能跑下姐姐 霍直 霍直 你在这儿呢 霍直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姐姐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啊 我现在还没关心我干什么呢 要是我年前你们抛弃了我 就已经认为我死了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霍直 我知道你这些年痴很累 可妈妈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苦衷 这二十五年来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妈妈 因为我不愿意相信 妈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不仅仅是被抛弃了 我不仅是被抛弃了 而且是在我跟你之间 她选择抛弃了我 她为什么不干脆让我认为 自己的妈妈死了呢 小春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你以后有我 放心 有没有姐姐在 姐姐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不需要 我只是个孤儿 她这辈子都是个孤儿 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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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你活着 我就有希望 现在能救我了 我只有你了 刚才是 我去市场 和我 去习贸妇 才会 Administrative 去习贸妇 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不好意思 冯院长 我不是霍芝 我叫秦英素 霍芝是我的孪生妹妹 我一直记得 你从小就特别懂事 特别会照顾别的小朋友 那时候啊 我就在想 要是将来 有人能好好地照顾你 该多好 所以那天你姐姐突然来找我 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的信 小植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恨我和妈妈 换作我是你 恐怕只会比你更生气 可是你真的不要恨妈妈 要恨就恨我吧 听妈妈说 我们出生之后 你就查出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爸爸刚刚失业 妈妈也没有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 更何况是要给你治病了 于是爸爸就瞒着妈妈把你放到了福利院门口 然后告诉妈妈 然后告诉妈妈你死了 妈妈伤心了很久 到现在一提起你 她还是会掉眼泪 而这件事 一直到几年前 爸爸临终前才告诉我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还有个妹妹 小植 小植 我是姐姐 得病的应该是我 被抛弃的也应该是我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愿意用自己的一切 换回你这个妹妹 小植 你原谅妈妈跟姐姐吧 你怎么不敲门呢 叮肃 你怎么不敲门呢 我是说下次多敲几下 吓得我一跳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儿吗 先生回来了 这么早回来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小植 医院打电话来说 DNA报告出来了 有时间一起去吗 有 我现在去接你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咱们医院见吧 行 那待会儿见 霍小姐 我们对比了你跟秦小姐的 基因序列 你们染色体上的 二十四个STR位点检测结果 完全一致 这说明你们是同卵双胞胎 我吃 小雅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应该不是在这个医院实习啊 什么意思 装不认识我啊 行啊 霍芝 看来你混得顺风顺水 连闺蜜都忘了 害得我还替你瞎操心 小雅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 你要是嫌弃我这个穷朋友可以 但麻烦你告诉陈领生那个傻缺 他到处找你 你俩分得这么不清不楚的 总要做个了结吧 小雅 我知道 我好一段时间没跟你联系 你今天生我的气了 这样吧 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好吗 不必了 有什么好说的 喂 哪位 音速啊 我是安逸秋 阿姨 音速啊 安逸提醒你啊 你都三个月没来耗卖了 这样下去怎么求子啊 好吧 那咱们就周四见啊 拜拜 怎么样 能不能听出 行音速有什么反常啊 电话里面怎么忘闻问切啊 得见了面耗了脉 才知道她怀孕了没有 可我觉得 她最近真的很反常 你知道吗 琴音速以前穿的是S码 她现在穿M码 整整胖了一圈呢 而且她还恶心 呕吐 电视剧里不就这么演的吗 怀孕肯定是要吐的 你是说 她现在就有妊娠反应了 我看着挺像 不过我每次问她的时候 她都说 那是她吃外冬 东西了 但我看未必 不可能啊 你不是说了 他们俩感情不好 你一直纷纷睡吗 所以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呀 她嫁给我哥 已经是走狗屎运了 这要是再给我哥戴绿帽子 我肯定饶不了她 你先别乱猜 万一孩子就是你哥的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一个小孩家家的 你哪知道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啊 做到事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让她 把我哥给骗了 阿姨 这事你可一定得办理 好了 别着急 周四见了面 一号卖就知道了 嗯 喂 霍芝 我到医院了 我拿到报告了 是 没错 我们的确是姐妹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我一点都不怀疑 小枝 我现在有点乱 有点时间静一静 若是我不给你时间 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好 小枝 小枝 不是说好一级拿报告吗 怎么先走了 我碰到一个朋友 聊了几句 不太开心 就先走了 我听冯院长说过 你朋友不多 不过以后有我这个姐姐 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小的时候每年过生日 妈妈都会准备一份 一样的礼物 这些都是二十五年来 妈妈为你准备的 小枝 其实每年生日 我都特别难过 我一直以为那是你的忌日 现在好了 真希望我们姐妹俩 能一起过个生日 小枝 今天 就算我们姐妹重生的日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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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肉 有一天 咱们 好吗 好吗 全天 超大 喔 可 不眨眼睛啊你 我的車明明都過去了 你也幫我刷刷 你蹭掉我這麼大一塊氣 你倒是下車呀 嗨嗨嗨嗨說你呢 你轉了我的車 你下車 對不起對不起 我剛才有點分神了 我看看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剛才我沒注意 什麼叫沒注意啊 什麼叫分神啊 你一句對不起就算完事了 算我全責 今天我開了我媽的車 讓我咱們私聊吧 我身上只有這麼多錢了 你先拿著吧 這點錢哪夠啊 而且誰說要要你的錢 如果我們有緣分 下次再見到的話 你一定要請我吃飯哦 吃飯 好好好 下次有機會一定請啊 那個我現在趕時間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下次開車的時候注意著點 別再撞車了 好好好 這個呆子還挺帥的嘛 本公園等著你請我吃飯 姐 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呀 還不是擔心你 看你一個人餓著 趕緊給你買了一些吃的用的 姐 我的生存能力可不是一般人 你不用天天為人我賺的 那是以前 現在你有了姐姐了 我當然要照顧你了 還有這個 K Story 面膜特別好用 還有啊小植 你要記住 以後你不再是一個人了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告訴我 你有姐姐了 我們姐妹兩個人 相互扶持啊 好嗎 知道了姐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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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傳變了 現在好多家長都鬧著要轉園 怎麼辦呢 小辰 你怎麼來了 我先走了 外面家長鬧什麼呢 還不是因為小植那事 霍植呢 這幾天她怎麼樣 她沒跟你說呀 她已經辭職了 辭職 什麼時候的事 就這事剛發生不久啊 小辰 說你呢 你撞了我的車 下車 陳理生啊陳理生 腦子被住了 小植啊 叔叔啊 來 來進來吧 來 阿姨 雖然我跟領盛分手了 但是有些事情 還是要說清楚 這個 是你跟叔叔的婚戒 我想來想去 這麼重要的東西 還是要還給你們 沒見過臉皮這麼厚的 有點事就往我們家跑 行了 戒指還了 趕緊走吧 我走可以 但是至少也讓我弄明白 你到底為什麼不同意 我跟陳理生結婚 我死也要死個明白吧 好吧 既然你那麼想知道 我就這麼跟你說吧 我們理生呢 找了個新女朋友 不管是學理家事 都比你強 我這麼說 你該死心了吧 可是 可是我們才分手 兩個星期啊 我不反對閃婚 我這個人呢 很開明的 吃飯 你真傻 陳理生 我需要跟你談一談 請問您是哪位啊 基礎不在 你有什麼事的話 我可以幫你轉告他 喂 喂 誰啊 對不起 我想我可能打錯了 陳理生 太讓我失望了 我自然不要接你的電話 好 您不是在找這個呀 我還以為丟了 沒想到被你找到了 謝謝啊 唉 干嘛呀 我等你等了 一个中午都没有吃饭呢 你不是说 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要请我吃饭吗 那个 我现在没有钱 要不改天吧 什么叫没有钱啊 我可以借你钱请我吃饭 我有的是时间 走吧 走啦 说法 说法 咱俩没必要再联系了吧 你们的菜齐了 齐慢用 怎么 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吃不了辣 手机还你 手机好好留下 我们做个朋友吧 咱俩没必要 再联系了吧 刚才没人给我打电话吧 你接我电话了 对啊 一个口气听着像 上门桌间的怨妇 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谁让你随便 接别人电话了 你会害死我的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补 你会打电话 怎么啦 不会是你女朋友 听到我接电话 关机了吧 把你甩了 这么小心眼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 谁让你接我电话 我跟你熟吗 你撞了我的车 你就想请我吃这一顿饭 就打发了 肯定不行 来 把账号给我 我把饭钱还你 还有修理费 你说个数 我全都还给你 这样的我的车 就想用一顿饭打发我 小时 你说我见过女孩里 最漂亮 最温宁 最懂事 也是最了解我的 我想早点跟您结婚 也是希望 给自己一颗定心丸 万一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 金大碧眼的杨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 暂时先答应我妈 我们把证理不了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吗 霍珠啊霍珠 只有你这么傻 别人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我 连婚纱照都没拍 别人根本就没打算娶我的 老许爷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刚才自己努力创造幸福 你是打我的脸 不是 医生 我是不是也都不想能见到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又心軟了是不是 我現在能幫你的 只有貨值 你怎麼就嚇得了全心呢 喲嫂子 你嚇死我了你 怎麼了 兩天不見受刺激了 好好的頭髮剪了幹嘛 怕什麼 你又沒做虧心事 半夜還怕鬼敲門啊 嘴裡碎碎捏捏的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你念咒的 你還以為你 叫貨值去好買 就算安阿姨也不起疑心 這貨值也要起疑心呢 哎呀這個怎麼辦 不行 這事絕對不能讓 江家人知道 不能沒有江村 絕對不能 絕對不能 你這門外幹嘛呀 怕我吃了你 明天我跟你去看醫生 你總說我沒有水面沒給你 看醫生是壓著油的 不用了我自己能去 再說了我不想給你添麻煩 抱著睡吧 你一早我陪你去 可是我比如啊 讓你去吧 你去幫忙 你去找嗯 來啊 你去守護而已 你去守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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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合夥騙我呢是嗎 你少限制我人身自由 你再這樣我絕食了 威脅我呢 我跟你說啊 霍智這個人 已經徹底從我們陳家消失了 消失什麼意思啊 霍智把那個結婚戒指還回來了 你媽把人趕走了 嚴老山我告訴你 你這次真的太過分了 以後我的事情已經受到罐了 我不管你 誰管你啊 陳鈴聲 我們結束了 陳鈴聲 你不是男人 陳鈴聲 喂 褲智 喂 姐 姐想請你幫個忙 幫我去見個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什麼夢 讓我看中醫 還要自生情因素 唉 就我這樣 不得穿幫才怪啊 不行 我得回去問清楚 不然的話 不能把他出面 秦小姐 你知道你已經 懷孕三個多月了嗎 我知道 胎兒已經成型了 發育一般 看你的模樣 不大像懷孕三個多月的 控制飲食了吧 你要注意 胎兒在孕期 可不能缺乏營養啊 要知道 你的體質 可不是容易懷孕的 你三個多月了 才來做第一次產生 你要是真想要這個孩子的話 可不要兒戲啊 我知道了啊 你三個兒 你在哪兒 到了嗎 進來 跑 按 為了 你在哪裏 這是 因爲 它 你怎麼還在家呀 我想了一下 我還是做不到 姐你到底是什麼事啊 你跟我說清楚啊 我不是說了嗎 過幾天我會跟你解釋清楚的 都答應我了 你怎麼能這樣啊 我現在 我現在可怎麼辦呀 你先別著急 我也沒有想到 事情這麼嚴重 我只 姐求你了 姐求求你還不行嗎 你就幫我這一次 過幾天我一定會跟你說清楚的 我知道了 其實 我也只是想回來換件衣服 因為我覺得自己穿得 實在不像傾訴 姐就知道 你不會不管我的 不會不幫我的 行火車 你趕緊換衣服 我現在就回去接你 你這給我把嘴畫得也太紅了吧 你不畫妝的話 肯定會穿幫的 你只要畫了妝 然後少說幾句話 應付幾句 沒人會發現我們是兩個人 這女孩是誰啊 這是江村的妹妹 你不用搭理她 你只要能應付江村兩句 之後我們就在咖啡店裡碰頭 姐 你到底有什麼事 瞞著江家跟我呀 你一定要跟我解釋清楚 就算你是我姐 我告訴你 我也會生氣的 放心吧 我一定會跟你解釋的 謝謝你了 我的好妹妹 你已經到了呀 我們就在這個整體組的門口 你 你在哪兒啊 先坐 我告訴阿姨我們一起來 我知道你不會讓我難坐 我沒猜錯 走吧 江村 感覺在哪兒見過 可知 現在能幫我的人只有你了 千萬不能出差錯 心理有點快啊 你最近心臟不舒服啊 可能是早上喝了咖啡 就是 有點心慌 阿醫生 你說她的心臟怎麼了 別緊張 現在脈搏平穩多了 可能剛才有點心慌 你是不是早飯沒吃啊 嗯 嗯 英蘇啊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傷心事啊 干預氣質的厲害啊 這個都能看出來啊 當然了 面相騙得了人 賣相可騙不了 是不是江村讓你生氣了 阿姨幫你說她啊 好嗎 英蘇 你現在就得放鬆心情 你的首要大事 就是調理好身體 趕緊生個孩子 幹嗎 把這個藥去煎一下 唉 你急什麼呀 這是安醫生給你的保健品 啊 知道了 公司等著我去開會呢 我也有急事 那就先走了 唉等等 唉 有件事想跟你說啊 我沒有生孩子打算 也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你知道就好 你不是說話了 我就當年過任了 啊 哪有結婚不生孩子的道理啊 這什麼老公啊 這麼冷血 點兒都不關心老婆 呦 沒想到 我這嫂子起因素 你還會抱怨呢 嗯 抱怨兩句不是很正常嗎 說什麼 冷血動物 不關心老婆 原來你起因素的骨子裡 是一個怨婦啊 嗯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唉 既然我能在那兒 碰到我的嫂子 那說明是緣分呢 正好我還要去逛街呢 要不一起吧 我可以給你買禮物 嗯 我我 媽啊 這什麼奶瓶啊 一定要幾百塊錢 媽的又不是你的錢 你吃香藥嗎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我們才幾個小時沒見 你吃香藥了 嚇死我 這些我都要了 好 好 早了 我對你好吧 我提前做好了準備工作 希望你能早日 懷上我們江家的大寶貝啊 你這些全都是買給我的 當然了 雖然我不知道 你紅蓮馬月能懷上 但是我們有備無患啊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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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錢民主 真算你幾個遺孕了 等你懷孕了 我看你怎麼快 你又好了在咖啡廳見面嗎 你這是去哪兒的呀 不會江嘉然發現什麼了吧 還不是你那個 刁蠻任性無理取鬧的小姑子 非要拉著我逛 什麼嬰兒用品店 分明就是挖苦你啊 姐 你在江嘉都過了什麼日子 還有你那個老公 連正眼都不看你一夜 什麼老公啊 還說 說什麼 還說什麼呀 沒說什麼 今天可把我氣暈了 唉 我的好妹妹 你也別生氣了 坐 那 江嘉然 你發現吧 唉 沒有 我也不想讓他們以為 你有個窮親戒 要到江嘉打秋風 唉 別說這個了 姐姐你到底今天 有什麼急事 不能去看醫生啊 你也看到了 江嘉然全都這麼難對付 不然的話 我也不會拉你來當救兵的 江嘉然一直都希望我懷孕 可是 我看了各種方子 吃了各種藥 前幾天檢查身體 還檢查出一些小毛病 我也不敢跟江嘉然說 毛病 什麼小毛病啊 現在在複查 結果 要過兩天才能知道 我也是不能 唉呀肯定不會的 姐你就別多想了 反正呢 孩子一定要生的 哪有結婚不生孩子的道理 是不是 謝謝你 謝謝你 親自 你現在沒有時間四千想好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這個孩子生下來